今天是12月25日 聖达 和朋友来到深圳水贝站 下来酒店上的餐厅食饮餐 看到这道菜的款式很多 有海鲜 小菜 有虾架烧卖、叉烧包等广式点心 有鱼虾蟹、龙虾和煲仔菜 还有鲍鱼 还有鱼虾和鲜黑鲜鱼 还有鱼虾和鱼虾 还有鱼虾和叉烧烧味 还有炖汤类 香脆的煎炸类和甜品类 还有酸辣类和酸菜鱼 还有卖鸡小菜 各式的粉面粉 酸辣椒 酸辣黄海鸭 味道这些 用了美极鲜酱油 加上鱼虾 芝士糯米鸡 原本上桌的时候 是完整糯米鸡尾切开 但服务员很快地帮我们切开了 外面很像粽,只是外面包了一层芝士 糯米鸡中间也有一些咸蛋黄,挺好吃 要炒粉丝煲,面有些芫菜,辣味焗法 看上去有些油,但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窩海旺豆腐煲,可以看到现在豆腐煲还是很热 我们叫做一壶6元一位的普利茶和8元一位的菇花茶 买单的时候就会以贵的茶来计算 这个煮得比较干身的粉丝,也是很大煲 虽然粉丝里面看上去是没什么料 但是都吃到有小厨的鲜味,还有味道的酱油的味 朋友说粉丝里面加些豆腐会更加好吃,不会那么干 我亦都来试一下 我们五个人吃了绿铁菜,平均一人56元港币 我们是觉得这些饭都挺好吃的 或者摆下自己的鲜味料 我们现在可以吃到第一次的鲜味料